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比方说他是基督教的创始人 他是圣诞节的那个生在马槽里的那个婴孩 很多人知道 但是呢 并不是真知道 他们不知道耶稣说过什么话 也不知道耶稣做过什么事 更不知道耶稣的性情 他的生命 他为什么会对人类历史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你知道吗 在圣经里边有四个词 我相信这四个词呢 可以很完整地介绍耶稣 第一个词就是太初有道 第二个词是道成肉身 第三个词是以马内利 第四个词是哈利路亚 这四个词都是圣经上的原话 我一点都没有改动 那么这四个词加起来十六个字 我想可以作为耶稣的一个传记 首先讲太初有道 就是在宇宙诞生之前 什么都不存在 时间 空间 物质 什么都不存在的时候 道已经存在了 这一个观点 并不是基督教独有的观点 很多深刻的哲学 最现代的科学 还有其他的一些宗教 也都承认这一点 比方说中国古代的哲学家老子 他就讲到 道可道 非常道 名可名 非常名 这是大家都熟悉的 他还讲到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道是天地之石 万物之母 他讲了很多的道 但是他所讲的这个道 是模模糊糊的 他自己说谎啊 糊啊 我实在不知道是什么呀 勉强给他起个名字叫道啊 那么庄子也讲 他说什么叫道 道是无形无相 却有情有性 可得而不可知 可传而不可受 那么孔子 我们知道他也讲道 他说招文道 西死可以 你们知道这句话 多么宝贵啊 我早晨听到真道 晚上死了也值得呀 所以我常常说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 最伟大的木道友 第一 他知道有一个道 第二 他知道自己不知道 第三 他知道 一旦他知道了 死也值得 这就是中国古人 对道的追求 中国古人呢 很少讲神 像孔子 不与怪力乱神 对吧 为什么不讲神呢 因为那个时候 神这个字被用乱了 什么南方神 北方神 东方神 各种各样的神 用得很乱 但是中国古人讲道 讲道 讲上帝 讲天 这些都是指向那位 宇宙背后那位创造者 那个至高的主权 那个最深的智慧 我们测不透的 这是哲学 中国的哲学 那么古希腊哲学 无独有偶 像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霍拉克利特 这些人都讲道 特别是霍拉克利特 他讲到道的时候 他讲道就在我们身边 我们也不可能认出来的 他说这个道是人 没有办法用理性去认识的 这有点像庄子说的 可得而不可知 在黑格尔哲学中 那个罗格斯 罗格斯 这个道 就是宇宙的本源 宇宙就是从他开始的 将来还要归回他 深刻的哲学家们 他们都已经用他们的理性 触摸到这个道的边缘 他们不可能真正的认识 这个道是什么 但是他们知道有一个道 如果没有这个道 天地不可能如此的有智慧 有和谐 就像爱因斯坦说的 他说任何一个严肃的科学家 他看到宇宙如此的深奥而和谐 他不可能不想到上帝 所以在科学方面 也发现了太初有道 特别是最近的这个大爆炸理论 大爆炸理论告诉我们 在这个看得见的宇宙诞生之前 有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存在 无形 无体 无实 无空 无物质 但是在一瞬间 叫普朗克时间 一场大爆炸 产生了时间 产生了空间 产生了物质 产生了宇宙所有的法则 产生了生命 就那一瞬间 在这一瞬间之前 是什么都没有 在那一瞬间之后 什么都有 这叫宇宙大爆炸理论 那个点 叫Singularity 中文翻译成起点 你也可以念基点 就是基数的基 这就是现代科学所发现的 连我们自己都理解不了的 一个真相 不仅是大爆炸理论 包括DNA的研究 发现 我们人的遗传密码中 那个DNA太复杂了 根本不可能是靠偶然 进化 瞎碰 碰出来的 不可能的 过去我们在大陆说的教育是什么 只要时间无限长 什么可能都会有 对不对 瞎碰嘛 我们过去说 如果你把一个手表拆了 把这零件都拆碎了 然后在一个篓子里边 晃啊晃啊晃啊 能晃出一个手表来吗 我说不可能的 对不对 可是有人说了 无穷的晃下去 永远的晃下去 总有一天会晃出个手表来 这是我们在大陆说的教育 但是 现在这一点不成立了 为什么 大爆炸理论告诉我们 这个宇宙的时间 一共才150亿年长 在150亿年当中 你什么都晃不出来 科学家做过一个比喻 这就好像 一个猴子 拿着26个英文字母 在这耍来耍去 耍了150亿年 连一个英文句子都耍不出来 还有一个比喻 说一个猴子 在一个打字机上 乱蹦 乱打 打150亿年 能打出一部 莎士比亚拳戒指来吗 不能 连一个莎士比亚的句子 都打不出来 比方说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打不出来 那么人的DNA 太复杂了 四个剪辑 就拼写 每一个人的生命的 独特的那个篇章 所以微软的总裁 比尔盖茨说 最先进的电脑城市 电脑软件 也没有办法 跟DNA的复杂相比 如果说我们的电脑的软件 都是人的智慧的结晶 那你说这个DNA 这么复杂 难道是瞎碰碰出来的 不可能的 其实科学家们 就像哲学家们一样 他们都相信 宇宙背后有道 那么唯独基督教 是说的最明确 你们知道圣经的第一篇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一句话 说的什么 每个基督徒 都知道这个圣经的 开篇 起初 上帝 创造 天地 八个字 四个词 这四个词当中 天地是一个客观存在 我们住在其中 无可争辩 那么第二个词 就是起初 这个起初 到底存在不存在呢 科学家们 原来啊 加利略 格白尼 牛顿 甚至爱因斯坦 他们都认为宇宙没有起初 宇宙是自有永有的 我们在中国学的辩证唯物主义 是不是也是这样讲的 物质是不灭的 是不是 是自有永有的 但是圣经上说了 起初 第一个字就是起初 到底谁说的对 后来大爆炸理论 才发现 有一个开始 叫大爆炸 圣经伟大呀 圣经说有起初 就是有起初 科学一步一步 接近圣经 这是起初 起初是什么呢 圣经上说 是一场创造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对吧 不是进化 大爆炸理论告诉我们 这是真的 为什么呢 在那一瞬间 普朗克时间 什么都有了 有了时间 有了空间 有了整个宇宙的模型 有了1等于mc的平方 这种规律 都有了 我就想着有点像生孩子 你怀胎九个月 到第十个月 扑腾 生出个小孩来 一看啥都有了 有鼻子有眼 有胳膊有腿 只是小点 慢慢长大就是了 宇宙也是这样 从什么都没有 就突然什么都有 只是小了点 不断膨胀 到今天 151年了 是创造 不是进化 是在巨大的智慧 控制之下的 巨大的能量的 有条不紊的 深奥莫测的 一场创造 各从其类 哈利路亚 你知道真是感谢神 圣经 一开始第一句话 这四个词 现在有三个词 都被科学 哲学都证明了 有一个天地 天地有一个起初 起初是一场创造 对吧 那么最后一个词是什么 上帝 上帝可是科学验证不了的 科学既不能证明有上帝 也不能证明没有上帝 对不对 只有上帝亲口自己告诉你 这个天地的起初 这一场创造 是我做的 我们相信才能知道 人跟电脑也是这样啊 电脑 凭他自己 不管他的软件多聪明 他永远不能测透人 你想想 如果你们家有一台电脑 能把你测透 那你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 怎么着 毁了他嘛 连你态度都测不透你 他能测透你 还了得 被造物 永远不能测透造物主 被造物 永远要让造物主来掌控 他才有价值 才有意义 那么人也是 人被上帝创造 怎么能够认识上帝呢 人跟神之间 有一个本质的鸿沟 人自己不能跨越 就像电脑跟人之间 有一个本质的鸿沟 电脑不能跨越一样 那么 人又不能离开这个神 不能离开这个道 就好像电脑不能离开人一样 因为电脑离开人 就是个废物 就跟石头一样 它必须被人来使用 它有意义有价值 所以人处于两难境地 一方面我们不能认识到 另一方面 我们又不能不认识到 我们离不开神 但是呢 我们又不能完全认识神 这就让我们很苦 那怎么办 第二句话 道成肉身 就是这个道来找我们 神来找我们 道成肉身 这是基督教的核心 其他的宗教都没有 哲学没有 科学没有 佛教没有 回教没有 道教没有 儒教没有 只有基督教 是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有三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 是神来找人 不是人找神 其他的宗教都是人找神 比方说 佛教是借助于人的智慧 去揣摩 神的奥秘 所以释迦牟尼说 佛教是人的智慧的宗教 佛教的经典浩瀚无边 你读三辈子读不完 为什么 像瞎子摸相 今天摸一点 明天摸一点 最后加起来 还是什么都不知道 玄哪 妙啊 自己念的经 自己都不知道 这就是佛教 但是耶稣来了说 我对你们所说的是我知道的 我所见证的是我见过的 我从那里来 三下五除二 几百句话改变了人类历史 这几百句话 大学教授也听得懂 农村的农民也听得懂 这就是神找人 神必找人 为什么神必找人 我在北京念大学的时候 我就有这个想法 宇宙如果真的有道 如果真的有神 不应该是我们苦苦地找他 乃是应该他来找我们 因为他比我们更有智慧 更高明 更伟大 更有能力 而且如果宇宙真的有神 他一定知道我们人类 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 苦苦地找他 找不到啊 如果他有 他一定知道 如果他知道了 他一定怜悯我们 如果他又知道 又怜悯我们 他一定来救我们 来找我们 这就是他必找人 我也相信 我们找他找不到 他找我们 一找一个准 所以道成肉身的 第一层意思就是 神找人 不是人找神 第二层意思 是神成为人 他不仅来找我们 而且他成为我们 住在我们中间 活给我们看 这是道成肉身的 核心的意思 你想想那个看不见的道 看不见的神 宇宙背后 那个伟大的能力 伟大的智慧 伟大的爱 他要向我们人类显明 怎么显明啊 要成为一个人的样子 用我们听得懂的话 向我们说话 用我们能够 看得见的形象 显明他自己 用我们能够 理解的情感 来爱我们 一定是这样 所以道成肉身 就是成为一个生命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 有恩典 有真理 有荣光 这就是耶稣 神可以成为人 神必然成为人 因为人是他造的 你想想我们在农村的时候 如果一个死去的人 他的灵魂不安宁啊 他可以附在一个小孩子身上 借着小孩子说话的 我母亲前几年来就讲过这么一件事情 我们村有一个秦武叔 他是忙活事的 就是红白喜事他都去管 结果他死了之后 三个儿子分家 打得不亦乐乎 就有一天 他的孙子十一二岁 就在院子里 以他的口气 教训他的三个儿子 说我尸骨未寒 你们就丢我的脸 丢我的人 要分什么家 我不走了 结果他的三个儿子 都跪下了 给这个小孙子跪下 就喊了 爹呀爹呀 跟这个小孩喊爹 走吧 你上路吧 我们不打 我们不打了 我们不分家了 不丢你的脸 折腾了半天 半个村子的人都来看热闹 过了一会儿小孩清醒了 你问他刚才说了什么 他不记得 如果一个人的灵魂 都可以附在一个小孩子身上 那么宇宙的灵 看不见的神 他的道 难道不能借着耶稣说话吗 这就是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 那么 为什么是耶稣 有一些中国朋友就问我 说 为什么上帝拣选犹太人 他不拣选中国人 为什么用一个中东人 成为我们的救助 上帝是超越时空的 但是他进入时空 他必须有一个时间和空间的切入点 对不对 他的时间的切入点 叫公元零年 我们现在是2008年 就是上帝入世 2008年 他的空间的切入点 就是中东 纳萨勒 那么他的民族的切入点 就是犹太人 为什么是犹太人 我一说你们就知道 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 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 能比犹太人更聪明 更智慧 更坚韧 更忠诚 更虔诚 更倒霉 更苦难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 犹太人的人口 大概 1300多万 占人类总人口的 0.2%到0.3% 但是 从1901年到2001年 680名诺贝尔奖得主当中 犹太人占了128位 约战 五分之一 物理学 诺贝尔奖39人 化学奖23人 医学奖51人 经济学奖14人 文学奖12人 和平奖9人 最著名的犹太人 大家都认识的 爱因斯坦 马克思 门德尔松 毕加索 海涅 弗洛伊德 卓别林 哲学家 伯格森 胡塞尔 经济学家 大卫里加图 美国的国务卿 跟中国建交的 基辛格 还有大科学家 波尔 波恩 费米 还有那个 第一个大富豪 洛克菲勒 这就是小小的犹太人 占人类 百分之0.2 到0.3的 才1300万的 比北京市人口还少 这些数据 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个民族 是一个极为优秀的民族 所以咱们中国人常说 除了犹太人 咱们中国人是最聪明的 咱中国人从来不服的 就是服犹太人 你没办法 更重要的是什么 在他五千年的历史当中 有两千年 是无家可归的 是流浪的 是被抠来抠去 杀来杀去的 有多少次 差点被斩尽杀绝的 我们记得最清楚的 最近的 就是希特勒 斯大林杀他们 但是两千年的流离失所 他们依然是犹太人 犹太人永远是犹太人 圣经就是他们的历史 上帝所创造的亚当 是他们的第一个祖先 宇宙是他们的家园 犹太人的思想 都是通天的 犹太人的智慧是通天的 他们的道德是通天的 他们的生命是通天的 上帝 从时空之外 进入时空之内 所扎的那个真眼 就是犹太人 所以犹太人惊天动地 小小的犹太人 牵动整个地球不得安逸 阿拉伯世界 跟整个西方世界 就对立起来了 全是因为犹太人 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 整个世界局势啊 都跟以色列人 紧密相关的 1948年 以色列立国 重新立国 这个世界就不再安宁 上帝拣选犹太人 是为什么 因为这个民族 要孕育耶稣 他们是智慧的民族 虔诚的民族 但是他们也是 受上帝管教 责打 就像土壤 要翻来覆去 翻来覆去 好让这个土壤肥沃 生出耶稣了 道成肉身 三层意思我讲 第一 不是人找神 乃是神找人 第二 神找人是成为人 进入人 那么第三 他是借着犹太人 圣经告诉我们 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从耶路撒冷 传遍欧洲 从欧洲越过大西洋 传到美洲 现在越过太平洋 传到亚洲 中国 从1949年的 70万基督徒 增加到现在的 8000万基督徒 没办法 谁也不能阻挡他 春天到了 遍地开花 谁能阻挡 没有办法 这是老天爷做的 我讲的第二句话 就是道成肉身 太处有道 道成肉身 那么第三句话 是什么呢 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 很多朋友不知道 以马内利 就是耶稣的名字 以马内利 就是神与人同在 这个意思 在旧约的时候 先知已经预言 有一个处女 要怀孕生子 要给她起名 叫以马内利 因为她是与人 同在的神 牛顿也好 爱因斯坦也好 老子也好 孔子也好 柏拉图也好 亚里士多德也好 他们所认识的 那个道 都是恍恍惚惚的 都是朦朦胧隆的 都是渴望而不可及的 唯有当耶稣 道成肉身 来到人间之后 道 就成了与人 同在的了 他来到了我们中间 跟我们一样的生活 一样的成长 一样的受苦 一样的受累 一样的受死 但是最后 他从死里复活 他与我们同行 与我们同在 那么耶稣到世上来 第一个给人 不可磨灭的 一个冲击 一个印象是什么 就是刚才我提到 他到死都不改口 他坚称他就是神 你们注意 释迦牟尼 从来没有说过 他是神 穆罕默德 从来没有说过 他是神 孔子老子 更没有说过 他们是神 但是唯有耶稣 你们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了神 他的门徒问他 说主啊 让我们看见父 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耶稣说多玛 你跟我生活这么久 还不认识我吗 你认识了我 就是认识了天上的父 父在我里面 我在父里面 我非常简要地 介绍一下耶稣 什么叫与人同在的神 就是他用人的样式 把神性完全活了出来 他自称他是神 他说话的口气是神 他有神的权柄能力 他说话的时候 是超越人间 超越时间 超越空间 超越理解力 他说他是神的儿子 最后那个大祭司 宗教领袖 神问他 你真的是神的儿子吗 耶稣说你说的是 我若说我不是 我就是说谎的 最后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致死不改口 朋友们 我们要好好想一想 为什么 生在马槽里的这个婴孩 一个木匠的儿子 没有进过学堂 33岁就死在十字架上 他为什么 因为他不能说谎 他说我对你们说的话 不是我说的 是天上的父在我里面 做他自己的事 我是学哲学出身 我头脑非常清醒 我很理性 你们看我现在的说话 一点都不糊涂 我也不迷信 我知道这是一个独特的人 你若不把他当作神来看待 你就永远不能认识他 我根据圣经的记载 讲三点 第一 他活出了只有神才有的爱 人间的爱 我们人有 我们的人的爱是什么 只爱那可爱的 不爱那不可爱的 我们只爱我们家人亲人 我们不爱 漠不相干的人 人哪里有爱 哪里就有恨 爱可以转化成恨 过去中国人是爱家 一个家族 一个家族的爱 导致了这个家族战争 姓齐的 姓汉的 姓秦的 后来家跟家不打了 我们是阶级斗争 阶级的爱有多深 阶级的恨就有多深 我们的雷锋 就是一个榜样 阶级的爱 使他可以舍己 但是阶级的恨 使他可以夺过鞭子 抽敌人 旧社会 鞭子抽我身 母亲只会泪淋淋 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 我夺过鞭子 抽敌人 阶级的爱 使他对待同志 像春天般的温暖 阶级的恨 使他对待敌人 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当然现在中国又进步了 不讲阶级斗争了 也不讲阶级的爱了 对不对 现在讲什么 爱国 爱国主义的热潮 180度热 爱国好不好 当然对这个国家来说 当然好了 对不对 但是对世界就是灾难 中国爱中国 日本爱日本 结果就是中日战争 哪个民族宣扬只是自己的爱 那是很可怕的 非常可怕 所以这次地震真好 震出了最好的爱 就是生命的爱 我看到那个地震一出来的时候 新浪漫的一个大标题就是 爱国者齐来抗震 台湾 俄国 日本美国都来救灾 难道人家是爱你中国吗 人家是爱人 爱生命 结果第二天 我一看到温家宝总理到了前线 他提个什么口号 生命就是命令 感谢上帝 是爱生命 对不对 我扒了开一个废墟 我不能 问你是多大的官啊 你是穷人还是富人 你是科长还是处长 你是农民还是教授 No 我扒了开一个废墟 只要是个生命 我马上就救你 对不对 这是上帝的爱 而且呢 日本人来了之后 扒了开一看 他不会问你 你是中国人 还是日本人 上帝的爱是什么 地震震了出来 上帝的爱 就是对生命的爱 对灵魂的爱 不分阶级 不分民族 不分国家 不分党派 不分文化 这是基督的爱 你看基督教信仰 在全世界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 对不对 黑人 黄人 白人 穷人 富人 皇家贵族 乞丐 对不对 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基督徒 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基督徒 地固主义国家也有基督徒 民主党也有 民进党也有 国民党也有 所有的人 只要你是人 你都需要神 神来到人间 就看着你是个人 才救你 不是看着你是个共产党员 才救你 是个民进党员 才救你 这叫神的爱 耶稣活出这个爱 耶稣一来到世界上 就说你们看 日土照你们好人 也照你们歹人 雨水给你们义人 也给你们不义的人 这就是神的爱 天上的鸟 也不种 也不收 天父养活它 地上的百合花 也不仿线 也不织布 天父给它 这么美丽的衣裳 连你们的头发 都竖过了 耶稣把整本圣经 概括成一个字 就是爱 爱神 爱人 这就是律法 跟先知的总纲 耶稣给他的门徒 一个标志 说就是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就能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 我跟大家讲 基督耶稣 基督 跟基督教 有很大的不同 基督是神 基督教是人的组织 基督是永恒的 基督教只有两千年的历史 对不对 基督是独一的 基督教分很多派 骂来骂去的 基督永不改变 昨日 今日之道永远 不改变 但是基督教 有一个发生 发展 改革的历史 基督从来不犯罪 基督教里充满了罪恶 所以我绝不劝你们 信基督教 我劝你们信基督 有人给我打电话 说远之明啊 听说你入教了 我说我没入教 我信耶稣了 所以我们在拍 十字架的时候 我把西方传教式 全部改成西方传道式 那些外行人 那些社会上的人 把我们基督徒 也看作是一种宗教徒 No 我们告诉他们 我们不是宗教徒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 没错 但是耶稣基督 也是佛教徒的主 也是灰教徒的主 祂是全人类的主 祂要拯救每一个人 人们都要归向祂 才能得救 所以我们信的不是基督教 我们信的是耶稣基督 为什么 这是因为祂的爱 祂是爱 祂不是宗教的律法 宗教叫人死 信仰叫人活 为什么 因为宗教 是让你守死的律法 而信仰是给你一个爱的生命 感谢主 耶稣到世上来 到处都是爱 当然我们知道 最高的爱是十字架 当他在十字架上 被钉死的时候 他说一句话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世界上没有比十字架 更高的爱 你杀了我 我还爱你 难怪 十字架 这个杀人的刑具 最残酷的一个刑具 现在成了一个 最大的祝福的符号 对不对 医院 就此扶伤 用十字 国际红十字会 和平的象征 用十字 在中国大街上 你看到一些年轻人 戴着个十字架项链 你还以为他是基督徒呢 你问他 不是 那你为什么戴十字架项链 他说保平安 为什么一个杀人的刑具 能保平安 因为上帝的儿子 被挂在上面 改变了他的性质 化解了世代的冤仇 神的爱 神的能力在上面 所以神 借着耶稣 第一个印证 就是他活出了神的爱 第二个 他说出来了神的话 说出来了神的真相 很多的事情 刚才我谈到了 牛顿不懂 爱因斯坦不懂 但是耶稣 这个木匠的儿子 两千年前 已经说出来了 耶稣说 天地都要废去 我的话不能废去 天地会废去 宇宙有开始 有结束 耶稣早就说了 他说日头要变黑 月亮也不发光 众星都要坠落 天地都要废去 那叫世界末日 他说那个时候 我要来接你们 接你们到一个 新的地方去 到什么地方 我们知道 新天新地 现在科学家们发现 如果宇宙是大爆炸 产生的 将来会消失 那么消失之后 会不会产生 新的大爆炸 产生新的宇宙 如果产生了 新的宇宙 那么那个 新宇宙中的生命 是不是从这个 旧宇宙移过去的 移民过去的 那什么人 才能移民过去呢 只有认识道的人 就是认识耶稣的人 就有点像 挪亚方舟 大洪水一来 把大地的活物 都湮灭了 那么大洪水一退去 一个新天新地 留给这个地球了 但是什么人 才能在其中居住呢 只有挪亚一家八口 为什么 因为他们听神的话 躲进了方舟 耶稣说 挪亚的日子如何 末日也是如何 耶稣就是末日的方舟 你若不借着方舟 不借着耶稣 你没有办法到 新天新地去 耶稣说 我必来接你呢 当耶稣来接你的时候 你认识耶稣吗 有人说 耶稣啊 你接他们的时候 顺便把我也接去吧 我现在信不信你不重要 No 耶稣现在就站在你面前 你认识吗 这是最要紧的 你认识吗 我最近 看到一个 一个见证 在南非 有一个黑人牧师 他死了 他死了三天 你祷告他活了 你们真的活了 活不要紧 最要紧的是下面 是他活了之后 他告诉我们 他死的那三天 他看见了什么 他说 天使领他 到半空中去 说你看见 天国的荣光 远处 遥远的荣光 天使说 我先不带你去哪里 我先带你看看 地狱什么呀 然后呢 到了地狱的大门 天使一说 立刻就到 不用走的 那时候省事 因为都是灵嘛 都是灵 结果地狱的大门 他看在门里边 那些痛苦的人的脸 在恐惧 在惊吓 痛苦万分 那个脸 他突然认出一个牧师 在地狱里呢 常常跟他一块祷告的牧师 他说 你怎么在这啊 他说对不起啊 我就贪污了 教会点钱呢 我想补上的 可是没机会了 那个 这个黑人牧师马上说 你向天使求救 我旁边有天使 你向他求救 他必能救你 结果你知道 那个里边 那个地狱里的牧师 怎么说 你身边没有天使啊 我只看见你在那里 你身边有天使吗 哦 这就是 所有的关键的奥秘所在 你不信的人 没有信心的人 你根本看不见神的 神就站在你身边 你都看不见 天使就站在你身边 你都看不见 所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你让耶稣带着你走 你认得他嘛 你说主啊 我不认得你 你认得我也行啊 但是你知道吗 你若不认得神 你不能跟神走 你不能跟着一个 你看不见的东西走 神不能捆着你走 因为神永远不剥夺你的自由 就像谈恋爱一样 你谈恋爱的时候 你不能把对方捆起来 你只能用你的爱召唤他 可是对方如果怎么看的 看不见你爱 他就不跟你走 你若看不见天是爱 地是爱 你就看不见神 你若看不见阳光是爱 空气是爱 雨水是爱 你就看不见神 你若看不见 圣经里边的耶稣 你就看不见神 说感谢神 我们知道耶稣到世上来 他说出来了神的真相 宇宙的来龙去脉告诉我们 他把人的生命的奥秘也告诉我们 人活着是灵 肉身是无异的 他讲 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就这样 一见面 你们知道 第一面是看外表 漂亮不漂亮 潇洒不潇洒 第二面第三面 就看得深入一点 有多少钱呢 家庭背景如何 那么第四面第五面 越看得次数多 你就越深入 最后呢 你就会发现 心眼怎么样 温柔不温柔 诚实不诚实 善良不善良 宽厚不宽厚 等结了婚 更是两颗心在一起过日子 磨合磨合 磨得你的心流血流泪 有的人磨不过三年就离了 有的人磨磨磨磨 磨出奖子来就好了 就白头到老 到老了的时候 更是两颗心在过日子 老头老太太 就手拉手 一点感觉都没有 那个时候是什么 是两颗心 心心相印 心心相依 等你最后死之前 你更发现 让你活着的是心 是灵 你躺在床板上 动都不能动了 马上就要死了 你的肉体要变成泥土了 要火化了 可是你的灵魂非常活跃 非常成熟 对不对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你会想到你原来想不到的东西 你会看见你原来看不见的事情 将来你们都有一次机会试试 我们的学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说 物质决定精神 这是错误的 在死之前 你这堆物质不行了 可是你的灵魂 为什么那么活跃 那么成熟 那么渴望 因为是两回事 圣经创世纪二章七节说 上帝用地上的尘土 造了我们的肉身 所以我们的肉身归回泥土 接下来上帝又把他自己的生命之气 吹在我们里面 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 没有灵不是活人 有灵才是活人 对不对 你的灵魂一离开你的肉体 哪怕你的肉体再强壮 哪怕你才三十岁 那么强壮的肉体也是死尸 关键是要有灵在里面 我们中国人讲一口气 其实这口气是上帝的气 就是灵 你知道吗 像电脑一样 这个硬件太老了 你怎么办 你就先把他的软件给弄出来 然后呢 把这个软件怎么办 放在一个新的硬件里 放在一个新的电脑里 对不对 原因也是这样 上帝发现你的肉身不行了 怎么办 把你的灵魂拿出来 将来放在一个新的肉身 这叫复活 我刚刚换了个电脑 我原来那个电脑是Sony的 我现在把那个 所有的东西全部copy出来 我买了个Dell 我就装到Dell里 一模一样嘛 对不对 里边我的所有的文件 所有的记忆都在里面 但是外表不一样 我就突然想起 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 他的门徒认不出他来 甚至有两个门徒 跟他在伊玛五四的路上 走了一路 竟然认不出他来 还有玛利亚 在坟墓门口看见耶稣 竟然认不出来 直到耶稣说 玛利亚 他就突然说 哦 夫子 耶稣一说话 他才听出来 那两个门徒也是一样 耶稣一掰饼 让他们吃 他们才认出来 还有在海边打鱼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变了形象 所以你们将来复活 都要变形象的 到了天上 也许我见了我太太 我不认得她 她也不认得我 但是一说话就知道了 好 我不能展开多讲 耶稣全说了 你们要信耶稣的话 真的 所以耶稣说出了 神的真相 真理 这是第二个印证 他是神 第三个印证 他还行出了神的大能 他让瞎子看见 哑巴说话 瘫子站起来 把水变成酒 一句话让风浪平静 甚至让死人复活 更重要的就是 他自己是处女怀孕 死而复活 来无影去无踪 两头抓不住 两头茫茫 上帝道成肉身 来到我们中间 一定要行神迹的 对不对 他本来就不是人 所以他行事为人 就是超越人 电影的想象力太贫乏 那个超人的 飞来飞去飞来飞去 No 真正的神来到人间 是让你跌破眼镜 所以才叫神嘛 中国人说神了 神出鬼没 神秘莫测 凡是带神字的 都是你弄不明白的意思 好多朋友老是想 我把它研究透了 我再信吧 我劝你啊 你若能把神研究透了 你可神了 所以千万研究什么都行 千万别研究神 圣经上我看了 好多遍圣经了 圣经讲到人跟神的关系 讲了好多 人要认识神 相信神 敬畏神 顺服神 赞美神 感谢神 对不对 但是独独没有一条 人要研究神 没有 因为神之为神 就是不可研究也 圣而不可知之 为之神 感谢主 耶稣到世上来 活出来了神的大能啊 这个大能是我们测不透的 来无影去无踪 如果他不这么神 你就没必要信他了 如果结了婚生孩子 有什么稀奇的 谁不会啊 死了以后不能复活 埋了 烂了 谁不是这样 所以要信 就专门信呢 不结婚就能生孩子 要信 就是信呢 死而复活 生天的 不留下尸骨的 那叫神 你信人 满街都是 抓吧 抓一个是一个 信神 只有耶稣 只有耶稣 我们感谢神 他到世上来行了大神迹 最大的神迹是什么 是改变了人类历史 两千年都是他的见证 没有一个人像耶稣 这样这么重要 没有耶稣 就没有现代文明 没有耶稣 就没有现在我们中国人 喜欢来留学的 所有的这些基督教国家 你看看世界三大宗教 回教 佛教 基督教 你看看这三大宗教 产生三种不同的国家形态 对不对 凡是基督教国家 都是蔚蓝色的 透明的 现代的 我们都很喜欢来的 凡是回教的国家 你们喜欢去吗 卡扎菲 撒达姆 侯赛因 霍梅尼 这些国家 还有佛教的国家 你们喜欢去吗 印度 法源地 泰国 缅甸 不一样 那个味道都不一样 我们不知不觉都蒙了 耶稣的恩惠 他行了大神迹 所以 这是我要讲的 以马内利 他就把神的大爱 大能和真理 全带给我们 他对人类有多大的影响 这个大家都看见了 你会说 如果我信了他 他对我有什么影响 我可以给你做见证 我不认识耶稣之前 我不认识神之前 我只是一个可怜的人 没有祷告的对象 没有支点 我只是靠自己 靠得住 靠不住呢 靠不住 我原来在北京的时候 要救国救民 结果被赶了出来 四处流浪 到后来才发现 感谢神 这是神 要让我意识到 我是多么渺小 可怜 我原来以为自己了不起 觉得自己很冲高 可是到了海外 才发现 我是个罪人 你知道 我们每个人身上 都有很多很多的肮脏 很多很多的污秽 我们以前不知道 直到信了耶稣 真的神的荣耀 照亮了你的内心 你才突然发现 我原来这么黑暗 因为我这个人 有点毛病 就是遗传我爸爸的 那个精神分裂症 这个一发作 不能自我控制 结果后来 我太太跟我老公 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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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 后来就发现 我有这个毛病 后来 那个 她妈妈就劝她 说离了吧 这种病治不好的 我母亲 去劝她 说你就忍着吧 我忍她爸爸 忍了半辈子了 后来我太太说 我忍不了 我们现在的人不忍 真的 那时候打得一塌糊涂 正当这个时候啊 六四这件事发生了 后来我就逃出来 逃出来之后 我在海外信了耶稣 我在普林斯顿大学信了耶稣 天天读圣经 天天祷告 天天亲近耶稣 突然天就亮了 我的心也亮了 那个天天流泪祷告 心越来越软 我就给我太太写信说 我说我现在变好了 你来吧 我太太就给我回信说 你呀狗改不了吃屎 你变不好的 但是我自己知道 我知道我是个罪人 这本身就是 得到医治的开始 对不对 我原来不知道自己 原来跟他打架的时候 我觉得我充满了正义 我到处演讲 我救国救民 为什么我回家 你就看不起我呢 我就很愤恨 感谢主 信了主就是读经祷告 亲近主 不知道为什么 生命就改变 就好像一个种子 你种在土里 你不知道怎么着 它就发芽 它就生长 只要你有了神 在你心中 有了这个耶稣基督 这个伟大的神的爱 神的真理 神的能力 在你心中 新生命自己就成长 不是你让它成长 是它自己在成长 慢慢慢慢的 所以感谢主 这个我们家庭 就是如果不是信了耶稣 我们早就分手了 其实原来在北京的时候 我们好几个家庭 好几个同学朋友 我们家是最糟糕的 其他的家都很美好 我们家是反面典型 可是现在说实话 就我们家 存留了下来 其他的家都理了 都理了 我知道耶稣基督 祂的能力有多大 只要你接受了祂 只要让祂进入你家 只要你们 万一让祂来祝福你 祂就必定祝福你 感谢主 那么这是 以马内利第三个词 最后一个词 我跟大家讲 哈利路亚 什么叫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这样就是赞美神啊 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一个人的一生 如果充满了 对神的赞美 你这一生是最幸福的 为什么要赞美神 因为祂是 为我们成就了 万事的主 你们知道 耶稣在十字架上 死之前最后两个字 是什么 成了 人在死之前都说完了 但是唯独耶稣说成了 他来到人间 就是给我们成就一切 包括战胜死亡 然后告诉我们说 你们往普天下去 传着大好的福音 给万民听 凡信而受起的 必然得救 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这一生 要感谢他 这个宇宙背后 众星背后 那个看不见的力量 看不见的神 他借着耶稣 让我们看见了 我们不能摸着的神 他来救我们了 感谢主 我常常想这件事 宇宙太奇妙 无其不由 在上帝所造的 这个宇宙之内 没有一样 是他不能造的 对不对 就好像我说 在我写的这篇文章当中 没有一句话 是我不能写的 合乎不合乎逻辑 在我太太炒的 这一桌子菜当中 没有一盘菜 是他不能炒的 在我女儿 累的这个积木当中 没有一块 是他不能累的 都很合乎逻辑 同样我说 在上帝所造的宇宙之内 没有一件事 是他不能做的 怎么不合乎逻辑 他凡事都能 他可以从此里复活 他既然创造了生命 他可以战胜死亡 所以我们要相信神 这位神是 创造日月星辰的神 是让宇宙 从无到有的神 是让耶稣 从处女怀孕 死而复活的神 我们有了这个神 我们还怕什么 我们这一生 就得赞美主 哈利路亚 活着就要赞美他 有口气就要赞美他 什么事你都不要发愁 人最大的仇敌 就是发愁 什么时候都愁 愁什么 你就假设你没来 多好 我常常那样想 我有个弟弟啊 他生下来就死了 我母亲说他长得比我还好 但是很可惜他没来 可是我来了 我来了就要感谢神 让我度过今生 而且在今生 在短暂的今生 能够遇见永恒之光 我好像在一个平面上 爬爬爬爬 突然有个立体的东西 把我吊起来了 把我举起来了 从尘土中 把我举起来了 我就哈利路亚感谢主 所以人这一生 该怎么度过 应该在感恩中度过 在赞美中度过 这是最美好的人生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 一个建议 你从此以后 奉耶稣的名祷告 凡事 神都会祝福你 你凡事 都献上感恩 包括生 包括死 包括苦 包括甜 包括晴天 包括阴天 对不对 幸运不幸 我们都要感谢神 因为我们毕竟 有一次机会 来品尝幸运和不幸 来品尝生和死 要感谢神 所以圣经诗篇 最后一篇讲到 凡有气息的 都要赞美他 就是凡活着的 凡有口气的 都要赞美他 更何况 耶稣已经进入了 你的生命 成了你的祝福 成了你的力量 你凡事都可以 奉耶稣的名 你们千万不要小看 这句话 奉耶稣的名 这句话太重要了 因为你奉耶稣的名 天父上帝 必然听你的祷告 他的独生儿子 为你死在十字架上 命都舍了 看在他独生儿子的面上 没有一件事不祝福你 所以我们要感谢主 到各个教会 都跟大家讲 等我们将来 临死之前 剩下最后一口气 你要说最后一句话 说什么 哈利路亚 说完再死 如果你说完不死 怎么办 更要哈利路亚 如果你喊了三年都不死 怎么办 更哈利路亚 一天比一天赞美主 一天比一天感谢主 哈利路亚 你的人生充满了喜乐 充满了阳光 什么都不能战胜你 而且你在哪里都是光 照亮别人 哈利路亚 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万事 你还怕什么 他成了 你信了 这就什么都有了 哈利路亚 所以神做成了的事 我们用信心来接受 就是了 不要想那么多 单纯像孩子一样 耶稣说 天地的主啊 我感谢你 因为你把这些事 像聪明通大人就藏起来 像婴孩就显出来 所以今天晚上 你们的灵魂 谁的灵魂是单纯的 谁的灵魂是清纯的 对不对 谁的灵魂像婴孩一样清纯 谁就有福了 谁就能得到神的祝福 不要用头脑 头脑是有限的 你可以用 但是唯独你面对神的时候 要用心灵和诚实 耶稣说神是灵 你们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 我想今天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 好让我们的心向他敞开 我们来领受他的祝福 我们一起来低头 天父上帝我感谢你 我谢谢你创造了天 创造了地 也创造了我们人 给了我们生命气息 让我们可以 活着 可以赞美你 可以感谢你 主啊 我感谢你今天晚上 把我们这一群人聚集到这里来 我知道你爱我们 你不仅给我们阳光空气雨水大地 你也给我们你自己的话 给你自己的爱 给你自己的真相 给你自己的能力 那是属天的能力 好让我们在今生有盼望 在今生有力量 主谢谢你 我也谢谢你今天因着你的爱 因为你永恒之光的吸引 很多的朋友来到这里 天父啊 我知道 你爱他们 他们需要你 我就奉耶稣的名 求你 现在就进入他们的心 进入他们的灵 让他们知道 你是何等的爱他们 你是太初之道 既然太初有道 岂不道成肉身吗 既然道成了肉身 岂不以马内力吗 既然以马内力了 岂不让我们哈利路亚吗 主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的恩典 无比的恩典 我现在就奉耶稣的名 问在座的一些朋友们 如果你们任何人 心中有一个感动 说我今天认识了耶稣 我今天愿意接受耶稣 进入我的心中 进入我的生命当中 进入我的家中 祝福我 我的一家和我的后代 如果你心里有这样感动的朋友 我请你顺着这样的感动 向神举手好不好 现在就举下就放下 感谢主 我不一定都看见 但是神都看见了 祂知道你心的需要 知道你心里的饥渴 祂知道你的心灵的眼睛 已经打开了 你看见了天外有天 你看见了宇宙背后那位道 已经借着耶稣来帮助你 来祝福你 从此以后 你有了一个特权 就是奉耶稣的名祷告 神必然听你的祷告 在你软弱的时候 祂会加给你力量 在你孤单的时候 祂要做你最好的朋友 在你跌倒的时候 祂会伸出手 把你扶起来 是的 你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认识这位耶稣 我再问一遍 心里有感动的朋友 请你们顺着你们的感动 向神伸出你的手 好不好 我会为你祝福 为你祷告 举下就放下 举下就放下 感谢主 感谢主 我但愿你们今天来到这里的 凡是有感动的人 都被神得着 你们也都得着神 中国古人渴望天人合一 但是却做不到 只有靠着耶稣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如果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你愿意靠着耶稣 得到上帝的祝福吗 你愿意人生当中 有耶稣这样的亲密的伴侣吗 你愿意得到这个祷告的权柄吗 如果你心里有感动 我最后再问一遍 我希望凡是心里有感动 那是神在感动你 我希望这样的朋友 当你们离开这个教堂的时候 没有遗憾 而有信心 相信今天神的爱已经临到了我 相信永恒之光 已经照进了我的心 我短暂的人生 有了依靠 有了目标 有了盼望 我希望你们每个人 都能带着这样的收获 这样的信心回去 好不好 最后一遍问 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请你们举手 感谢主 举下就放下 感谢主 感谢主 都放下 我们一起来祷告 所有刚才举手的朋友们 请你们心里边 默默地跟着我祷告 我说一句 你们默默地重复一句 我在天上的父啊 爱我的神 唯有你知道我是多么需要你 我感谢你爱我 给我阳光雨水 给我生命气息 而且把耶稣给我 成为我的救主 成为我的生命之助 我是一个有罪的人 有限的人 但是你是我的恩典 是我的真理 是我的生命 愿你的爱永远不离开我 不离开我的一家和我的后代 从今晚直到永远 我一上祷告是奉耶稣的名 阿们 最后我请大家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来唱一首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我们只唱副歌就可以了 唱的时候 我请你们大家 刚才跟我一起祷告的这些朋友们 你们就到前面来 我会奉耶稣的名为你们祝福 这是你一生最美的祝福 祂会伴你同行 你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你这里不挡地 每个人都宅 然后在相对 这些友� anche 也就像我一生 这一生 这个動画 streisco